夫妻伴下和父亲和解了 你是怎么理解这一点的 有在努力修复 因为我记得 我刚进组的时候 我爸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说这次这部戏的父女关系又不太好 希望你不要太肉喜 所以因为知否的时候 肉喜太深 导致跟他的这个说话 也是有点阴阳怪气 不太对付 我爸这个感受颇深 这次进这个组 他跟父亲的关系 又是这种 每天这个阴阳怪气了 说话也没有好气啊 又怕我入戏 但是对他产生影响 后面跟父亲的角色当中 我说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我跟父亲之间得到和解 所以最后找到契机 跟这个王静松老师演的这个 我的爸爸 找到一个和解的地方 然后让我跟父亲的情感 有一个舒展的一个机会 一个表达的这么一个机会 还是挺感人的 女儿是最了解爸爸的 所以相信会有很多 在外打拼的这些 跟我一样作为女儿 或者是作为儿子的 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会有一个 事情成功了 心态不一样了 然后会有一个 要求助家人呀 或者是会对于亲情 大家都有一个感同身受吧 我相信会有一部分人 会跟我一样 从这个跟父亲的这种关系上面 会得到一个共鸣 想做个换势 感谢观看